远雄自贸港区群聚累积百人确诊 二彩后金爆将新增确诊个案 那另外远雄自贸港区的这个 因为二彩有一些会有因转良 桃园疫情不断升温远雄员工 不敢大意一大早就赶到筛检站进行裁检 但目前为止还有800多人尚未筛检 让桃园市府相当担忧 呼吁企业加快筛检速度 以免传播链继续扩大 桃园某幼儿园在25号晚间 也爆出新增两名幼童确诊 幼儿园紧急闭门清销 86名师生居家隔离 一共裁检了664位民众 桃园市府也紧急宣布 要私立幼儿园提前两天放寒假 我是觉得安全还是比较重要 对对对 反正能早点通知我们 我们就早点跟那个公司安排 桃园的三条传播链 分别是远雄自贸港区幼儿园 以及龙潭山友 志文灿表示这三条都有新增确诊个案 其中龙潭山友案18514 感染源不明CT值只有16 确诊前一天前往竹北的杏子卡拉OK 唱歌跳舞吃饭长达5个小时 都没有戴口罩 21号也曾到坚石乡的 泰岗部落拜访朋友 卫生局紧急匡列50人裁检 其中38人PCR阴性 桃园市府26号也新增 最新的7个确诊足迹 包括桃园火车站 大润发全联统统重奖 不明染源个案 一报再报足迹不断扩散 这波盆毒疫情 恐怕还有扩大的趋势 记得刘志展和孟谦谢叔 桃园新竹报道